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说这个商业的可以采购 但是因为它是国防部规定的 和国防部有关系的任何的 你不能采购的话 它会涉及到很多商业的项目 因为很多商业的项目 在美国很多像谷歌 像特斯拉 包括XBase 它都要和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去相对是美国最大的 最大的投标 就你在美国做生意 你做大了 你说你不想 你不去想办法从国防部里拿单子 你光靠民间的单子 有的时候它不够 它国防部都是大额定的 并且是高科技 高技术性的 所以呢 它是表面上是禁止国防部 从中国采购这个电池 实际上 它其实 就是把这个美国最高科技 最这种高级项目 大额的项目的订单 就是把这个中国国的电池 直接给 给它砍掉了 从中国国采购电池 这个电池这块 它不仅仅是汽车 是不是 很多 你想比如说 虚电池 这个建筑用的电池 然后 还有啊 比如说 这个一般电脑用的 UPS等等 反正和电池有关的 是吧 然后啊 比如说现在啊 美国国防部 有一个订单 要采购 一万台或者两万台 UPS电源 这个就是 你 美国国防部 这个电源 每年肯定都是很多的嘛 是吧 UPS电源 那以前可能都是从 中国 比如说是包装一下 然后再 直接国防部就进来了 现在啊 就禁止 从中国 采购 那就意味着 这个电池供应商 那你要么 啊 从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啊 生产 要么在美国生产 是吧 就是这样就会 催生一点什么呢 就是把 因为现在这个电池 行业 基本上都被中共 百分之七八十 垄断了 就催生 别的 企业 在国防部的 他的这个 可以说是 协助之下 他会慢慢的起来 像美国 有些汽车公司 像特斯拉 他都可以 也自己 投资生产电池啊 啊 这个行业 包括 像那个福特 所以他 表面上是一个啊 这个采购 禁止采购 实际上 他是要 把美国的这个电池行业 的产业链 给他做起来 啊 有效的 阻击中共国的 现在的这个电池 都不断的扩张 以及 这个电池武器化 他明确说的是 2027年10月份起 就是这个 还有三年时间 啊 别的公司 那就有机会 起来 很多人会 对咱们说 哎 这个官方不只是禁止 从林德时代 比亚迪 和其他四家公司 采购电池 那 中共马上 再搞个电池企业 不就得了吗 老高 因为这个 他核心是啥 核心 啊 他这个清单 是可以随时加 加公司的啊 如果你中共 再搞个公司 又做大的 他也可以加上去 核心 就是不能从 中共国采 啊 不能从 中共国采购 因为现在中国 中国主要就是 这几家大公司 你不管谁 都是用这几家公司 把贴个牌子 包装一下 那你也 变不了本质 本质上改变不了 他如果说 为了美国国防部的 订单 然后重新 再投资 搞个公司 我告诉你 那么亏死去 是吧 他直接把你 请单加上去 就行了 所以这 其实就是 全面禁止 从中共国 采购电池 因为这个电池 它是一个 啊 损耗件 量很大 啊 在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 那肯定量很大的 八千多亿美金 他各个地方 都需要用电池 是不是 然后 啊 这里 啊 三年时间 就美国必须得把 自己的电池的供应链 要么在印度 要么在马来西亚 或者其他国家 或者在墨西哥 给它建起来 反正三年以后 啊 就中共国 这个明德时代 比亚迪等 这些就很难 他只能去吃 这些市场的订单 而国防部的订单 美国 肯定都是高级订单 大单子 大订单 是吧 而这些 小的 一些单子 如果都甩给什么 明德时代 这些去做的话 那可能 会有很大的量 但是 它基础上 它就不会有 啊 又不会有 就占领 高端的行业 它就 很难占据啊 因为美国国防部采购的 肯定都是 高端的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打法 啊 尼尔先生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是的 其实就我的 就我的观察来看的话 如果说这是一个 2024年 就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来去施行的一个政策的话 其实我觉得美国 它这步棋 绝对不是表面上所看到 这样子 是禁止中国 禁止采购中国来的 这些电池 它应该 因为本身来讲 它这个动作 其实有一个就是 最重要就是担心 如果说 中国化整为零的话 就有其他的所谓的 副牌 或者其他的副厂商 然后借由这个所谓的 在不同的料件上 改由其他的方式来进口的话 事实上也是会达到 那样的目的嘛 可是我相信 其实美国 它现在想做就是 从品牌 从规格 从品样 包括这个电池水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 电浆的里面的化学药品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电路的设计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电池接头 我相信它会整个做一个改动 然后其实这个包括如何在这个所谓的 它本身让这个电池更有效率 这个我相信都是整个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所谓着重的一个内容 那其实这些东西 我相信如果说没有做一个跨代的一个核心的话 我相信其实它再怎么进呢 绝对是进不了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 以量制价 甚至于以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廉价的一个劳动力跟市场来去 攻占全球这个野心 所以说我相信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所释出来让单纯只是一个 如果说单纯只是来禁止购买中国的一个产品 那绝对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功夫而已 事实上我相信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就会像路德所说的 整个会做一个隔代 甚至超代的一个眼镜 然后去做到中国完全无法去绑帽 甚至无法去加工 然后从整个的深圳包括连回路 包括连设计的概念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防堵 中国的一个所谓的在战争时期 防止中国偷窃技术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所谓的方式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就这目前上看来 至少还有三年的时间 我相信这三年的时间绝对足够 让美国去做一个跨代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就让我们持续再去观察 好还给路德 很多人可能会对咱们说 这三年时间怎么怎么的 它其实它核心不是三不三年的问题 核心就彻底 它是一个信号 说白了 就是美国国防部 因为这个电池这万一 全世界基本上都现在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在中国生产 就这个东西你都可以给它断掉 你都可以给它切割 那别的更加容易 是吧 这同时啊 这也是传递一个重要的 这个向美国国内的生产制造商 一个传递一个重要信号 电池这东西啊 技术含量不高 但是呢 污染性严重 啊 美国和中共国 这个脱钩的决心 从军方就已经开始的话 它会在民间传递巨大的信号 就很多投资 很多资金 它就知道 不会再往中国去投 什么电池了 很多人就会啊 就机会了 三年以后 啊 不会再从中国 采购电池了 我啊 那就是要在哪里 很多资金爬一下 就会投资到别的地方 比如在墨西哥 或者在美国本土 建这个电池厂 所以它是一个风箱标 一个指针的作用 风箱标的作用 啊 然后中共国的电池企业 它一定会 是吧 收到这种情况 它就会压缩 啊 它的股票 它可能就会跌 不会有人在看好 他们的企业 因为美国就最大市场 风向如果都转的话 然后它 风向 因为它只要在美国 它只要通过国防部的订单 把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 啪一下就 起来的话 然后实际上它未来 是吧 它就会 它整个的供应链 它就建起来了 你像美国 很多大企业 你像波音 洛克希勒马丁 雷神 啊 这都是靠国防订单 你像波音 啊 虽然有大量的这种 民用的这种飞机在卖 但它出现是啥 它真正撑起它的 像洛克希勒马丁 还有包括这些都是国防订单 一年 汉劳保收给你几百亿美元订单 因为它八千多亿美元 是吧 你看美国生产航母的啊 那个造船厂啊 纽波特造船厂生产 那个核核潜艇的啊 造船厂 它就是国防订单往那里 它是很稳定的汉劳保收 就跟在中国做生意 很多人就愿意做政府单 一样 政府单 它稳定 啊 而美国的政府单 那比中国国要大很多 规模 你看 在中国也是一样 政府单 你给它吃下来 你通过政府单 你就可以去拿民间单 你政府单 一年给你个 两个亿 三个亿 往内 是吧 然后你就慢慢的通过这个资金 立即你在 是不是 你可以做很多扩张在民间企业 所以它这个国防单 那是在美国最大的 最大的项目 因为美国是小政府 小政府 但是国防部是最大的采购 采购 国企啊 就是 就是纳税人的钱 最大采购 就是来自国防部 它这个指标 很明确的啊 台湾也一样 台湾也有政府单嘛 是不是 纳先生 我记得上次那个什么 做潜艇那个 不都是政府单吗 几十亿 几十亿吧 当然啊 当然 对没错 其实台湾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讲的更简单一点 就是说 其实先不用讲台湾 讲美国华尔街好了 美国华尔街 它有很多创投公司 那这种创投公司 缺的就是题材 跟这些所谓的资金 缺的就是题材 跟题目 还有这些人才 那如果说 现在有一个美国股房部 这样一个所谓的 最大的一个采购者呢 来带动风向 把这个所有的一个电池 这样的一个设计规格 甚至未来的发展方向 都趋向了一个 所谓的更加的 所谓的迭代 甚至加代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 那我相信 整个华尔街就知道 钱该往哪里去 那其实最重要 中国最需要 就是资金跟人力 那人力它不缺嘛 所以说它现在最缺的 就是资金跟技术 所以说如果说 这样看的话 一旦美国不再给它 这些所谓的活水的话 那中国即便在什么 它现在在 即便它占有 全球这个电池的 这个所谓的 产量的七八十 甚至八九十 它这终究也会因为 这个所谓的 隔代的技术差而没落 那讲回来台湾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的 台湾不管是潜见国造 甚至于现在还有坦克 还有其他的高尖 高尖的一些雷达 飞弹这些 我相信有些都不可能 完全就是 违由外面来购买 因为本身台湾的国防预算 一直被压缩 所以说事实上 一定有很多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自产自销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 这种东西都需要 政府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方向的定定 那你看像马英九的时候 它没有 把这个潜见国造给定案 一直到这个蔡英文的时候 把这个潜见国造给定案以后 那你看这个潜见 从里面到外面 从这些所谓的IC 然后甚至于到整个硬体 那个如果说有 大概有将近六七十 都是我们台湾自产的话 那你看台湾的技术量 技术含量有多高 所以说其实就是 整个政府一旦 规划出一个 所谓具体的政策的话 那国内的经济 包括这些闲钱 这些投资的 都会有一个方向 那这个就可以带动 国内的经济 那这才是真正的 重点的所在 好 换给路德 好 这个关于欧洲贸易专员 这个咱们下一期节目 我再来给大家说 国防部这个 这个绝对是对中共 大力发展 现在全面推动 所有的资金 包括习 全面的 在这个电池产业 推动的 绝对是一级当头 当头重磅 对他们的一个打击 是很有效的 会一定会影响 中共国的 现在的经济 全面的 这个所谓的 什么什么 经济光明论 好 咱们这期 路播节目就到此结束 不要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牛先生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